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接下来一场比赛是足总监第四轮 碰到的对手是南普顿 我们上期其实刚踢过南普顿吗 是平了还是赢了最后,平了吧 伊克纳桥,埃佛顿伊克纳桥现值六千多万 伊克纳桥原来不在来起色诚吗 客场,自己踢吧,换回首发阵容 沙内,非常漂亮的配合 1-0 蓝琪尼,飞了 蓝琪尼射门真差 阿索罗,呼呼 阿索罗大力射门的感觉真不错 2-0 阿索罗大力射门 阿索罗,没进是吧 啊 挺像的,原来近了呢 看了一点点 蓝琪尼,非常棒 3-0 阿索罗 3-0 不错,这就挺有意思的 伊克纳桥很不错一场比赛啊 没感觉丹普顿射门次数这么多呀 表现最好是波哥巴 其实萨内平分啊 萨内也是9.5分 波巴一个主攻 可能在中户厂的这个工作做的更好一点吧 成功盘带次数十四次 完成船球队内最高 二十次 销也不少 伊克级签上的马林 应该是个边风吧 来自德国吗 去签一些这些核文快刀期的队员吧 还有几个小时 转窗就关闭啊 还是手签瓦拉内吧 薪资要了41万 稍微还个价吧 他临风是去了 结果增加了签约奖金 薪资也没低太多 好吧 就这儿了 接受了 签了一个瓦拉内 感觉转后预算和薪资预算没有减很多 接下来还是签阿里吧 阿里年龄最小 这里 然后感觉最合适一点 这样就行了 奖金稍微降低一点点 降低个100万 可以了 阿里比瓦那便宜好多 其实数值才低两点嘛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签一个中厂 还是签地尔曼吧 感觉地尔曼也不是很贵 脱离所年龄大嘛 毕竟 这脱离所用起来可能感觉更好一点 还是签地尔曼吧 感觉地尔曼的性价比更高一点 我们报一个10万的周心 再加250万的签一奖金 试试 很满意 这就行了 地尔曼果然便宜 不是地尔曼 我先给他一份合同 果然他薪资要求的很低 也签的奖金也低 进求25个他要280万 我还了个180万 应该问题不大吧 接受 应该也不错 签了好多人啊 总算预算还有很多 相对于签的人来说 薪资预算也不少 还能接着签 接着签 再签个马夏尔吧 我们报的薪资 比他目前的薪资 稍微高一点 签一奖金 给个三百多万 应该差不多吧 很满意 直接结束 得 这倒省个事 再签个布莱恩特吧 我签布莱恩特 主要的想法 就是削弱莱切斯特成 每次他老搞我 不开心 出到13万 签一奖金 二百万 也很满意 而且这个东窗快结束的时候 签啊 感觉还是挺容易的 基本上签谁谁都来 孙新铭鲜利那么低 二十九岁才八十五 签的我都不太想签了 签太多 都快签出来一个对了 所以说还有一些签 我暂时也不太想签了 好多人位置都重复了 比如像迪奥 其实也不错 也能签 但是跟马歇尔位置 基本上重复呢 然后我们还签了布莱恩特 我们现在手里还有萨内 还签了个马丁内兹 也能打边风 也能打前锋的 阿迪已经确定个前要位置 他确定一个后要位置 然后签了两个中后位 就这样吧 不太不太多签了 我还是希望 就清迅的球员 有机会的话 还能替一些比赛的 不然都被这些大盘球呈站着 夏尔克零四 这应该是个前锋吧 八千万 转回到了曼城 看看我们清迅赢 签进来看看那什么吧 毕竟是来自中国的 签进来看看Skimos吧 签锁 蹭 加速也一般 控球也一般 我仰仲刚才 平衡和敏捷还可以 控球只有54 三星 算了吧 反正越最佳 我们这封线轮着拿呗 对吧 主场队纽卡瑟尔 纽卡瑟尔最近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一圣两平 所说左是我们刚卖他的吗 又被人家先进球 考克斯 应该是脚球近的吧 我猜啊 哼 要不然他怎么进球了 萨内 主场最后还是2比2踢 平 我们现在少赛一场啊 他落后切尔西五个几分 客场队约埃佛顿 早是再喘一脚了 想来清晰一个 又没提好 火可怕 漂亮 头球 拿来那只 这球 这球减了 这球减了 好 好 好 蓝奇尼想让蓝奇尼尽可修都不让 自己挡住 然后断下来 然后自己再射 还不越位 送了个大礼啊 最终还是赢了 埃佛顿什么次数也不少 没感觉 又是伯格巴表现最好 一个进球啊 然后在中场的穿球也非常多 22次 成功率也很高 盘带次数也不少 伯格巴踢的后腰踢的还挺不错的 接下来 组统杯对曼联 打击像那个穆尼尼奥 我还是批评曼联的继续性太差 看什么玩笑 曼联继续性多好 继续到 看着比赛都无聊的份上 看曼联首发 迪克斯塔 哈迪洛维奇 马夏尔 德河亚 拜利 布鲁克斯 佩雷亚 俄里格兹 比达尔 这次应该派也是首发上来 这边 阿索罗 轻松 1-0 阿索罗的这个大力进球射门啊 非常好 内量也非常足 精准度也高 这个基本上就是 穆尼尔 受到我刺激啊 整个防线攻出来了 刚开场就被打反击了 马艾兹空了 哇 踢偏 看比赛最后还是赢下来了 1-0小胜 看最好 咱琴尼由此出攻 看个晋气八强的 还有曼城 埃佛顿 六普 内半区还没有踢 英超 我们现在少赛一场 落后切尔西两个积分 射手榜上马拉内兹17个球 领先排名第二个 来自这个斯旺西这个前锋啊 5个9 西哈姆这个前锋 也有12个球 他好像来自南美吧 我印象中 看看主攻网呢 兰奇尼八个 萨内也有八个 我们接下来上比赛 课场对国际米兰欧冠的淘汰赛 下期再提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赛事先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